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各位腾讯的网友你们好 我是李一峰 博敬你好 今天好巧啊 这个时间超特别 陪大家一起过光棍节 希望我们能够陪大家有一个开心的中午 对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当然是要推荐的就是李一峰的这个自己的最新的EP 对 然后大家看一下 拿在手上那首歌 哎呀 一看还是走你以往的这种路线跟风格 对 歌曲还是延续了那种抒情的情歌 然后呢 我觉得它里面不同的是它的造型 看一看它的照片 对 嗯 头发整个把耳朵露了出来 然后呢 仔细看有一点微微的卷 对 这是我第一次去烫发 然后把头发烫得卷卷的 难怪我就说刚刚就是拿到这样EP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你这个造型跟你以往真的有变化 嗯 有变化 嗯 好像跟以前最早的自己 我不知道你觉得是哪个地方变化最多 是你的眼神更深邃了呢 还是更有经验了 还是怎样 呃 一个是发型吧 一个是发型的变化 会不会觉得有点成熟 不会 我觉得挺好看的 对对对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因为这个发型真的也花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 我们去做它 去烫发 然后有一点挑染 然后再剪 就是洗了又吹 吹了又洗 基本上是从五六个小时 花了五六个小时 哎呀 对对对 而且这张EP的音乐后制我是第一次把它放到台湾去完成 嗯嗯 对对对 非常非常好玩 跟台湾那边的团队 大家他们年纪都很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以为你要说年纪都很大 不会 都很年轻 年轻 对 我们常常就是 要沟通起来比较好 对对对 就工作就像玩一样 其实大家就像是一个去 他们带着我去台湾的街头 去旅游去看看 然后拍拍照片 然后一会就吃饭了 对 我觉得这还蛮轻松的 唯一一点让大家紧张的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在拍这个MV和照片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台风 哦 对对对 前段时间 对对 凡比亚台风 所以大家有一点紧张 这个拍摄的进度 这是你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吧 对 我第一次遇到台风 以前都是听说台风很厉害 很厉害 很丰富 亲身经历之后给大家讲讲 那种体验如何 嗯 我们在拍摄之前 拍摄的时候 台风还没有完全进入台湾 然后呢 可能也会影响到天气 它就是一会儿出太阳 然后一会儿会下一点毛毛细雨 变化无常 对对对 因为我们基本上的照片都是在室外拍的 所以就是中途我们在拍着拍着 它太阳没了光没了 我们就会打断我们拍摄的进程 所以这一点让大家会比较着急 但还好 整个其实拍完过后还是挺顺利的 我们拍完过后第二天 其实台风就真的来了 真正才来了 对对对 就是那种狂风 就是恐怖吗 我觉得还挺好玩 好玩啊 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朋友在台湾 然后跟我打电话讲 他说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台风 然后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我去超市买了各种 然后背齐了在家 但是我觉得刚开始会觉得 因为没有见过 可能是出于本就是觉得一个好奇的心态 觉得好像新鲜的事物觉得很新奇 但是慢慢慢慢就会觉得 它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风的感觉就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 有叫声的 对 然后是旋转的那种 很强烈的旋转 而且整 就是一天都在下雨 而且我有台南的朋友 我们在台北嘛 台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也看新闻 就是那个破坏力确实挺强的 就是有很多树木被刮倒 而且也有造成人员的受伤啊 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 对 后来我觉得 我亲身经历过后 还是觉得有一点后怕 对 其实这一次在台湾的整个制作过程 我觉得不仅仅是自己经历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跟就是很多音乐人的一起合作 然后包括你的MV 也跟我们的这个MV的导演 大师级的人物 对 跟林景和导演 跟林景和导演合作 对 然后跟他合作怎么样感觉 刚开始其实我挺紧张的 因为有去上网看导演拍的很多的MV 然后他合作的 之前合作的演员都非常的厉害 是啊 对对对 然后呢 我自己脑海当中就稍微的去勾化了一下导演的一个 给我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严肃 很严谨 然后呢 很文艺的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 结果呢 结果那天早上见到他 因为我们先到画完妆 然后说导演到了 然后我就出去跟导演打招呼 一看到他是一个胖胖的 嗯 然后呢 穿着 呃 导演喜欢深色 对 就是穿得很休闲 然后戴了一个跟他完全不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眼镜 圆的 很圆的那种框架的眼镜 像哈利波特的那种眼镜 然后呢 很幽默 然后也会开始刚开始跟我聊星座 你什么星座的啊 我说我金牛 我也是金牛啊 怎么怎么聊 又很合耶 所以我们其实也蛮合的 我是摩羯 哦对 对啊 跟金牛很合 哦对对对 然后 我觉得还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导演 他不光是去掌握那个剧情情绪 而且他还亲自去掌那个 掌镜啊 掌镜 对 去去把每一个细节把握的是他想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导演非常的细心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看过很多这个林大师的作品 都是很细腻 我觉得MV拍的都特别的美 哦对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很 很容易去掌握到人物内心情感 很细腻的一个导演 像我们这一支那首歌的MV就 它是一个尘埃主题的 那导演特意去选了很多 他觉得就是那种很 每个人那种最简单的爱情会发生的那些场所 嗯嗯嗯嗯 像公园 嗯嗯嗯 就是那种普通的公园 那还有学校的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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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 嗯嗯嗯 然后操场 对 然后还有就是阳台 哦哦 就是常常会出现的那些纯爱的场景 它都有涉及到 哎如果让你选择一下 就是这种纯爱的场景 或者恋爱的感觉 你觉得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最浪漫 我觉得可能是在学校吧 学校啊 对 就是那种简单 要忘记要忘记要忘记 比较有一种这种连贯性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真的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三首歌曲 其实每一首歌它讲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讲的是逝去的那一段爱情 那一段感情 都不是现在的 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吧 然后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你 当然了 现在目前没有大家的问题 只是都说 哎 今天穿的红衣服很好看 然后这个衣服我在我们的画册里 好像也见到过 有 来给大家看一下 炫耀一下 手里拿的这个册子 这个 看到没有 现在大家对比一下照片跟本人 有什么样的区别 太爱了 个帽子 今天很遗憾 因为弄了五六个小时的头发 没有在我们今天现场秀给大家看 今天风有点大 是 然后提到就是刚刚 制作的整个过程又很开心 然后这个歌曲 我觉得跟你自己本身也很吻合 就是那种纯纯的情歌 嗯 因为像那首歌和《忘记要忘记》 它的故事 跟我拍的那个 它是我拍的那个电视剧《幸福最晴天》的插曲 所以它里面讲的一些故事 跟我的那个角色人物的感情故事 有一些 有一些 相对相去 对对对对 所以 其实你在唱的时候就更容易去找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我像在录那首歌的时候 我们 它是这张EP录的第一首歌 嗯 对 所以也是第一次跟制作老师去合作 那 跟我之前录 就是之前去录歌的感觉会不一样 嗯 然后呢 刚开始我们录的两天 其实老师都觉得录的 好像没有那个感情没有达到那个这首歌的那种标准 所以后来我在录的时候就有去想一下 想象一下我们那部电视剧的一些 我觉得很感动 很 很 就是很值得怀念的一些场景 嗯 和一些 对话 然后再把这个感情投入到那首歌里去演唱 嗯 然后就 老师觉得 哎 很不一样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吗 嗯 在生活方面 我是一个比较初心大意的人 在对 在感情上 算比较细腻的 比较细腻 对 呃 今天不如我们开门见山 大家也很想知道 嗯 光棍节 当然不问你的私生活 你别 你别被吓到啊 这个 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喜欢独处的人 还是觉得还是挺渴望有一份这样的 感情 在的 嗯 两个人的生活还是一个人的生活 你比较喜欢 其实我算是 我平常也 没有工作是一个挺宅的人 嗯 就是 很喜欢待在家里 然后呢 在家里看看DVD 听听音乐 也不太喜欢 呃 出去 过多的出去玩啊 什么的 嗯 对对对 那其实 一个人 跟两个人的 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可能 呃 一个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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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部看起来都会和谐一点 和谐一点 这个词用的妙哦 和谐 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就是朋友当中遇到这样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我想两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人你是会很主动吗还是会被动的那种 我我我可能我的主动是需要花花花一些时间很长的时间对 怎么怎么讲什么 就是我我可能看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我可能不敢不会就是立刻我就跟她说哎我们怎样可能是需要就是金油座还是有一点闷还是有一点闷闷糟 对对对对还是有一点害羞那可能需要慢慢慢慢的磨合对对对对然后如果可能心里想的其实心里想的是看她能不能出动的跟我说那不行的话可能我要过一段时间我再想想找一个适合的契机然后然后去表达吧 慢慢来慢慢来日久深情 有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可能可能会一见钟情但是但是还要去表达这个感觉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心里建设很久 所以这就说到一个你身上很具备的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很特有一个特点就觉得你很腼腆 对有一点这是金牛座的这种特性吗 是是是有点腼腆然后刚开始有点怕生就慢慢就属于那种慢热很慢热很慢热很慢热 对对对对对所以从最开始你自己那会刚刚出道也好然后走在大家面前到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身上 最大的变化反正是跟朋友的相处吧就是可能会比之前会 从慢热变成了自然熟 就就就就就会比以前好一点就是呃会会更热情一点 然后呢呃就是不会像之前那么就是更太多的去跟在那里 然后去不说话对对对对对 会比以前活很多对活跃一点活跃一些 然后这次这张专辑也是第一次伊丰跟啊索尼音乐签约的一次 第一次出的第一个音乐作品说一说这次合作的心情好不好 呃我觉得很开心呃因为呃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呢可以去去台湾去完成一些后音乐后期的制作 包括MV有很厉害的导演然后呢造型啊也有一个我觉得很棒很年轻的团队 那音乐性我觉得Sony的音乐性我觉得一直都非常的非常的棒 所以我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张一批对对对对对对 希望大家会喜欢 是其实我刚刚看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照片 其实Fundee的这样照片我觉得很有情绪很有感觉 嗯嗯其实对对他们很多歌迷朋友啊 他们也很喜欢Fundee这一张照片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就就看到这个照片就感觉像一个故事 就马上在你眼前就呈现开了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的有意思 因为 是抓拍的当时 就是你的一个神态 对 这个可能这张是抓拍的 但是整个过程是我已经在这个十字路口来回的 很危险的走了五六次 对因为我们在里面有附送一张DVD 那里面有我们拍摄的那些花絮 大家可以看就知道 因为我们是在台北的街头 那个十字路口 然后呢 摄影师我们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我们在台北街头逛逛 然后呢 去看一看那个情景 然后内心有他的情感故事在里面 所以我要表现的很 在状态是在自己的状态当中 去过马路啊 这么的 所以你要不停的在街上走 来回走 但是 路人怎么想 首先不管路人怎么想 我就觉得那个环境是其实蛮危险的 像玩秘密 那个 对啊 车来车 穿流不息的 那个像这张公交车离我其实真的很近 就在我背后 哦 对 它就这么过去了 就你不顾红绿灯的这个交通指示灯的 对对对 因为他们希望就是有一个穿梭的感觉 就确实实上还是有车 对 他们就告诉我 你要注意安全 所以我 所以大家一看着这张照片 就是很有意境 嗯 就觉得像在讲一个故事 对对对 然后特别你的回头的一个眼神 对 很自然 大家看一下 来近距离看一下这张照片 哎很好看 嗯 那说到这次全新的一次合作 跟索尼音乐 然后之前 在发布会上也有自己的恩师 嗯 海拳哥给你发了VCR的祝福 然后现在你们还会经常联系吗? 会,我今天晚上约到他吃饭 海拳哥之前也在我们这做过主持人 真的 然后你没有来上他节目,我有来 他也是个超能做主持人的人 还蛮有趣的 他是一个很可爱 他说的话都很有道理 然后私底下他有常常会教我很多 然后真的是一个良师益友 然后也要谢谢他 就是除了谢谢,还是谢谢 很难 在音乐上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在音乐上 其实他会像之前我有在练习写歌词 然后他也有去告诉我一些他写歌词的经验 然后他也有给我一些评价 一些建议 然后在工作当中 其实作为前辈他也有教我很多他的经验给我 所以这一次能跟Sony合作 见到Sony也是他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所以真的要谢谢他 所以现在刚刚说到自己在音乐方面 除了就是自己唱歌演唱之外 也有自己尝试去创作 然后在发布会上公司也送了你一个吉他 对 所以是不是有意义说要让你今后在这方面 多去学习一些东西? 对 比如说舞蹈啊 对,舞蹈和吉他都有在学 我希望是今后的一些音乐的作品当中 可以有我自己创作的 具有自己个性的一些音乐 或者是透过音乐去表达一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让大家就是更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作品更了解我这个人 对 我特别特别的好奇就是想知道或者是想听到 你如果让你写一首歌写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自己有写过吧? 我有写过 小片段或者怎样 对对对 给老师们或者是音乐上的人听过吗? 还不敢 哈哈哈哈 就自己偷着听 自己偷着录了然后听一听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突然来的灵感的一些片段 你怎么突然来灵感呢? 就 什么时候你觉得灵感最能够激发你的灵感最多? 晚上 晚上 晚上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哦 对 那个时候 因为洗澡的时候我会唱歌 然后 你就乱哼 对乱哼 就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 我常常会觉得在洗澡的时候自己的声音是最好听的 我跟你讲 那你以后会是个大师级别的 很多音乐人啊 都是特别习惯在卫生间里就有这样的灵感 真的 真的 我访过太多他们都会说 我觉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大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会有这样的灵感 可能我觉得那个环境是最自然 最放松 最放松的那个时候 就是 然后 有水 我觉得水是一个 有灵性的一个东西 对 你就会觉得整个很棒不错 对 你就把那个 情绪 就带出来了 你有在梦里有这种灵感过吗? 有 我也有 跟我们交流一下 真的有 对 我以为只是我真的是 对 我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梦到 梦到我是 我在写歌 然后就那段就有一段旋律 是 而且很清晰的旋律 那边放一个录音机 对 然后如果露醒了马上把它记下 对 有时候也会想到一个写歌词的一个创意 就是它的可能一个故事的一个结构 然后也是做梦到 然后有时候我会记录下来 对 这是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方式跟氛围 那其实现在大家多部分去评价义峰呢 都是会有两个身份 一个演员 一个歌手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 你觉得 其实 你更喜欢哪一个? 会不会这么讲 我觉得两个 或者更适合自己 你觉得哪一个? 我觉得两个我 其实都挺喜欢的 就像我刚才有说 就常录那首歌一样 其实 我可以在录歌的时候去借鉴一些我拍戏的那些情绪 然后 像唱歌可以唱出自己内心的感情 或者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故事 让大家知道 那拍戏呢 我可以去拍一些 别人的一些生活经历 对 我就觉得 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让自己的情感也更丰富 我觉得是 两个工作都 都挺 挺不一样的 然后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齐头并进 一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今年也拍了不少的电视剧作品 对对对对对 然后跟台湾的小美 和女香她们也有过很多这种合作 在那边拍戏的感觉怎么样? 很轻松 很好玩 拍戏也很轻松吗? 然后我总觉得像在台湾那边拍戏会很紧张啊? 节奏会很快 当然是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的状态其实是挺舒服的 然后 其实我就感觉去拍戏就像是去上学一样 好 对 因为每天早起 然后呢 像毕业班很多同学也很晚睡觉 那我们也是晚睡 然后早起 就是每天都要做功课 然后呢 导演就是老师 或者辅导也是老师 摄影师也是老师 我们就要把做的功课在课堂上去表现出来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挺好玩的 自己也挺能适应的 拍戏是你第一次去台湾对不对? 对 我 因为拍戏 对因为拍戏第一次去台湾 之前幸福一定常去台湾拍了七天 那这一部戏 幸福最晴天待的比较长 去台湾待了一个月 嗯 那肯定要吃好多好吃的 好多去台湾好吃的还真的好 而且是我朋友给我推荐夜市 嗯 又超便宜 给大家推荐你吃过的什么好吃的 嗯 我有去通化夜市和士林夜市去吃 那它里面有一个 我忘了那个鸡肉叫什么名字了 反正挺辣的挺好吃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是鸡蛋饼 嗯 它是用那个铁的那个板子去压成各个形状 手枪 嗯 摩托车 嗯 然后各个形状的那种鸡蛋饼 然后就是它那个咬下去是 嗯 外酥里嫩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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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而且它那个据说那个老板介绍说 那个铁板已经是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是从它的前面的爷爷什么传下来的那种家传式的宝贝 它是有文化的耶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好玩 而且大家去逛街买衣服的话可以去东区那一块儿 嗯 然后呢五分埔 嗯 所以给这个即将要去那边旅游啊 或者是对那边就是蛮有向往的朋友一些建议 对对对对对 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去淡水 嗯 听他们说淡水非常非常的好玩 嗯 因为他们台湾那边的年轻人就是在夏天大家都会去淡水去冲浪 嗯 对对对对 还有没有计划接下来还会去那边 呃可能电视剧的宣传会去台湾 还会再去台湾进行宣传 嗯 到时候应该因为应该相对于去拍戏就会轻松一点 嗯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多点时间去感受一下 嗯 那今天有问题来了我们的网友说了 刚刚听了这个你的专辑说特别好听 嗯 然后又提到说影视剧马上也跟大家见面 嗯 然后完了专辑已经听到了 嗯 什么时候都看到你跳舞 跳舞 其实我之前在上海演唱会也有跳舞 那接下来应该会 我希望下一张专辑 明年发行的专辑可以有一些动感更动感的一些音乐在里面 你更适合安静的状态还是动感的状态 其实我都可以 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感觉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都挺喜欢的 我私底下其实也爱听摇滚的音乐还有电子的音乐 摇滚音乐 对 实在难以想象 在你这样一个外形的包裹之下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像上小学开始听Beyang的音乐 哦 对也是摇滚的 对 但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听了 听谢霆锋的音乐 它也是有一些摇滚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这是你私底下你比较喜欢的音乐风格吗 嗯 对 对 对 你希望自己今后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的形态 还是保持现在这种就是清新的风格呢 还是以后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随着年龄或者是每个时期的想法不一样 我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李立峰 或者我希望哪一天可以有一些摇滚的元素在里面 让大家看到更有一些疯狂的感觉的我自己给大家 对 就是不单单你们看到我是这种很清新啊 嗯 或者是就是很安静的感觉 对 有一个大的变化 对对对对 就是或者是舞蹈啊 那些电子的东西在里面 对 如果让你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拍戏 刚刚是音乐部分拍戏 让你选一种角色去诠释的话 你觉得自己最想尝试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尝试 但是喜剧片也可以 对对 你演喜剧 带给大家快乐 然后去拍一些很生活化的一些角色 那可能不像之前兩部戲都拍的可能是家裡比較有錢的那種公子啊 那去拍一些很生活很生活化的那種平民的角色 我覺得也挺好玩的 因為這種其實挺難演的 我覺得挺難演的 那我們給你一個機會考驗一下你大家想聽黎峰講穩笑話嗎 你跟我們講一個 我們考驗因為對你的印象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覺得黎峰很穩 然後就覺得做事情都踏踏實實 現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然後你剛剛一說你自己想演喜劇 對不對 我們考驗一下你的幽默細胞有多少 我之前常常講冷笑話 是不是看能不能把我們冷到 我最近有沒有聽什麼冷笑話 對 趕緊趕緊 我最近有聽 你講完我給你講一個了 我也是冷笑話大王 要不然你先講一個 我先講一個啟發一下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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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的 那個 誰給了劉德華忘情水 這個是都知道的 還有後續 誰啊哈對不對 啊哈給我一杯忘情水 那請問啊哈是誰 啊哈 呃 啊 啊 這首歌怎麼唱的 這個就是娘 你知道耶 啊哈 這個人就是娘 這個人就是媽 對這個我 我有聽過 我覺得這個 你也聽過 對對對 好那我失敗了 那你說一個給我聽 我之前都是講過的 我就最近沒有聽到什麼新的 嗯 我們給你考慮的時間好不好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 呃 就有時候突然間讓你想一個什麼事情 你就會 斷片 哦 有一個 小兔子 嗯 小兔子 想到了 嗯 啊 小兔子去買 去買包子 嗯 他就說 老闆老闆 啊 給我兩百個包子 沒有 沒有 啊 小兔子就說 哦好 然後 嗯 嗯 第二天 小兔子又去了 說 老闆老闆 有沒有兩百個包子 老闆就說 沒有沒有 走開走開 小兔子又走了 那第三天 小兔子又去說 老闆老闆 有沒有兩百個包子 然後 老闆說 你再來 你再來 小心我拿槌子砸你 嗯 然後小兔子就可憐的走了 好 第四天 小兔子又去了說 嗯 老闆老闆 有沒有槌子 老闆說沒有 老闆老闆 小兔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冷哦 好冷哦 哈哈哈哈 還好我們今天棚裡沒有開冷氣 穿了紅色的衣服 比較溫暖 對大家覺得好不好笑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 但這個有不同的版本 我聽過 但是大同小異 都一樣的 很多笑話都是可以從中延伸出很多不同版本 嗯 然後再給你講個 突然想到一個 關於生日快樂的這個笑話 對 因為今天我要特別提一下好不好 今天除了是這個光棍兒節之外呢 今天是我們QQ兩個Q仔 他十二歲的生日 嗯 1998年的十一月十一號 啊 蛋生了他們兩個 啊 然後今天整整十二輪 十二歲生日 十二歲生日快樂 對對對 我們唱首生日快樂歌吧好不好 祝福他 握個手 哈哈哈 唱個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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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弄掉了,小心一点。 所以在我们今天跟一风聊天的过程当中,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除了有很多的网友一直在关注之外,我们把这样一个生日快乐的气氛延续下去。 我就跟你讲那个笑话。 你一定要记得回去广为传播。 好。 问,有一天小蜜蜂他的翅膀断了,但是他还在继续飞,为什么? 这个我听过。 你听过啊。 因为他什么? 但生日快乐,所以跟生日快乐有关系吗? 有关。 那我可能不知道。 因为折了翅膀,为什么? 他还继续在飞。 因为他坚强。 对,回答对了。 好,后续就是,这个时候他坚强坚强的飞着,就落在了一个人的掌心上。 然后这个人就要把他拍死。 然后这个时候小蜜蜂就特别可怜的望着这个人说,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把我拍死。 他说,你看我翅膀已经断了一只了。 然后这个人,哦,断了一只又怎样?我怕你遮到我。 但是小蜜蜂临机动,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啊! 然后求求你在我生日的时候不要把我拍死。 然后这个人就,啊,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 有没有笑到? 所以还是没开始了。 对啊。 对。 你懂了吗? 我懂了,我懂了。 懂了,ok。 小蜜蜂意量很可怜。 对。 好了,我们今天在说笑很多呢。 然后我觉得只是想把这样一个快乐的气氛带给大家。 今天你想要那么多喜事,发自己新的EP。 然后今天又跟陪大家过光棍节。 然后还给我们的Q仔送生日快乐歌。 我觉得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看到你更多新的成绩出来。 谢谢,我也是希望今天单身的你们,希望能够开心。 然后呢,可以,如果你们觉得寂寞,可以去听一听《相爱那》语言去回味一下那种快乐,之前快乐的那些感情的故事经历。 其实也去想一想,其实也是挺温暖,挺窝心的。 那总之,就是每天要开心,每天要快乐。 嗯,当然每天都要听那首歌。 那首歌,对,那首歌。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应该会有很多地方去宣传。 然后替大家你的歌迷还有影迷朋友问一声,就是要注意身体。 是,会的,会的。 然后多拍点电视剧,然后多唱点歌给大家听。 一定。 好,再次谢谢伊丰来到我们的腾讯迷人坊。 那这里是七色化为你独家冠名的腾讯迷人坊。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告一段落。 希望下次带着新的作品来做客。 好,一定。 来,谢谢。 谢谢。 掌声欢送。 拜拜。